王叔叔,好久不見! 欸,Jason,你還猴子喔! 同樣是打招呼 跟張北比較有禮貌 跟朋友就比較輕鬆 不知中文,英文也是一樣 日文跟韓文都有禁語 英文裡面雖然沒有所謂的禁語 但也是有類似的概念 就是把話說得更完全、更正式一點 雖然講錯話別人還是聽得懂 可是對你的印象就會扣分 或是就沒有下一次的願意 如果你已經有一些英文記取 就可以開始講我什麼時候該說什麼話的技巧 在對的場合用對的語氣 就是見人說人話,見規說規劃了 嘿,我是 Duncan 很開心又能在新課程和你們再見面 不管你是從podcast 直播英文怎麼說 或是我第一堂課 英語腦進化論認識我 都歡迎你們一起加入我第二堂課 高EQ英文溝通室 一堂課就和外國人當麻吉 一樣都是口說課 這堂課跟第一堂課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們會學習更深深的東西 那是叫 也就是正式和非正式的英文 我們來做個超簡單的例子 請看VCR Hello,Mr.Stevens How have you been? Oh,is that you,Tommy Jones? Yo,Bruno What's up,man? Oh,is that Tommy? 下面兩段對話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跟江貝大交互的時候 不會說 What's up,man? 跟朋友說話時 也不會尊稱他 Mr. or Miss 依照你的環境很多想說出社會的英文 這真的很重要 這是把英文說得上母語者重要的關鍵之一 這堂課 我會用四個步驟 帶你了解 什麼是印象英文口說的register 第一 在相同情境下 分別用正式和非正式英文 幫助你了解英語的register 第二 第二 整理對話中的重點居心 學習到底英文口說不用考四倍 第三 搭配口說練習功能 讓你跟著對話一起練習 第四 我還會幫你整理單字與文法 讓你不知會說 還會知道為什麼這樣說 希望透過這堂課 幫助你在說英文的時候 然後抓到對的場合說對的話的訣竅 現在就加入高EQ英文溝通書 一堂課就和外國人當麻吉 讓張貝覺得你很有禮貌 讓相似覺得你非常可靠 讓朋友覺得有趣有好笑